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Shirley房产好介绍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到这一区 是叫做Mutiarra Rini 然后这一间屋子是非常值得 因为屋主已经花了整500千的装修 加上这一间屋子是三层楼cluster 一般上新鲨你要找一个三层楼的cluster 是非常非常难找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下 OK 我们进到这里来讲 这一个方向它是属于东北 东北方向来讲 我们多数华人都很蛮喜欢这一个方向 进到来这里呢 这一个款来讲 屋主已经把这一个Mosex 已经做到完了 加上它这个门已经改过了 AutoGate全部已经是做了 进到来这里来讲 它的这个车房 如果是讲说你要放两辆车 是没有问题的 OK 接下来我们来过过到来这一个地方 旁边这一片空地来讲 屋主已经把它做成一个夹草了 OK 做成一个小花园 这样子啦 来到这里的话 也是屋主做了一个比较简单式的一个木的一个风格 然后这一边来讲 它已经扩建出去了 OK 所以这一间屋子来讲的话 你买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屋主很少住 可是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装修 然后我们就进到来 OK 这一个客厅 进到来这一个客厅来讲呢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客厅 因为屋主也是很少在家里住 所以他就没有放任何的电视机在这里 然后这里呢就是这一个客厅 然后它是做的比较简单式的 就做了一个三个小窗口 然后一个窗 那个客套 全部已经是做好了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个吃饭厅 吃饭厅来讲呢 如果是讲说你不要向屋主放这种 这种款式的坐纸 你要放一个圆的 都没有问题 我们来到了就是这一边 这一边呢 原装来讲它是一片空地 那么屋主已经把它扩建出去了 所以屋主就把它做成这一边的 是一个好像一个休闲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就是这一个 设厨房 设厨房来讲呢 屋主它设计到很好 是为什么呢 当它做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把它做成全部是一个窗口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下午的时间呢 它的那个光线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它这里呢 它就做了它的一个煮 煮饭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下午你要煮个饭 煮个菜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有那个阳光照进来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就是这一个干厨房 这个干厨房来讲呢 屋主是做成 比较现代化的一个装修 它是做一个白色 米白色的一个装修 然后它用的全部都是很好很好的一个质量 像这种 如果是built in的呢 全部都是没有去动了 然后屋主这个板呢 它也是有做好了 fotty上这一个地方 OK 过后呢 我们来看看下这一个长辈房 本来这一个空间呢 本来是一个门 然后屋主也是把它敲掉 变成一个玻璃 所以看起来来讲呢 你的屋子就会看起来会比较大 因为它跟它做成一个玻璃门了 OK 接下来看看下这里呢 因为屋主 他就把这个空间呢 做成一个洗衣房 OK 所以它的洗衣房在这里哦 然后这一个空间呢 它就有一个天井 OK 如果是讲说你要洗简单的衣服啊 OK 你可以在这里洗哦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天井 如果你觉得这空间很浪费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把上面的那个空间 做一个outning出去啦 就避免那个雨水噴进来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就是 这一个厕所 这个厕所来讲呢 OK 同样的他把他这个门呢 已经改过了 OK 他的厕所来讲呢 就也是他把他那个 他的套杀全部已经是 换过了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下就是 这一间屋子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一个 电梯 OK 很少会看到屋子有电梯的 OK 然后这一个 OK 我们来进到来这个 电梯哈 OK 进来电梯来讲呢 如果是讲说你要去到二楼啊 三楼都没有问题 如果好像老人家不方便 爬楼梯啊 你就可以用这个电梯爬到去上面 OK 介绍我们去看看下楼上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下楼上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楼上的客厅 那么屋主呢 原装来讲 他的客厅只是到这里 那么屋主已经把他这一边的空间 他已经扩建出去了 所以他有做了一个就是一个 barkany 你在这边要喝个茶 两个天都没有问题 他有做的一个 这一个的地方 OK 那么这一边还是你要做成一个小孩子的一个study room啊 一个prime room啊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就是楼上的第一个房间 那么这个楼上的第一个房间来讲呢 他是会比较大的 如果是讲说你要放两个双人床都没有问题 只是屋主只是把他放成了一个kingstack的床跟一个简棉室的一个厨 然后这个空间呢 也是一样如果你要放全部是做成厨都没有问题 他这个房间是非常大的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是他的厕所 厕所来讲他是会比较简单的一个厕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楼上的第二个房间 楼上的第二个房间来讲呢 你就可以把他当作是你的小孩子的一个房间哦 然后他这个房间来讲呢 他是属于一个比较L-shaped的一个房间 ok 然后这个房间来讲呢 如果是讲说你要放一个双人床可能会比较急啦 你可能就像屋主这样子 放一个简单的一个打人床就可以了 然后他的厨呢就放在这里了 然后他这个款很好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的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一个 啊私人的一个厕所 所以讲说如果你家庭大来讲的话 你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房间 啊都有自己的厕所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看下楼上的第三个房间 那么这个房间来讲呢 同样的你要放一个双人床都没有问题 一样他也是有自己的一个私人的一个厕所 所以讲说你家家族大的话 你不用怕那种人家抢抢厕所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他的采光来讲也是非常好啦 然后因为他这边有一个窗口可以看出去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就是楼上的房间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楼上的这个主人房 刚才会有讲那个电梯 如果是讲说有些人他的脚会痛 还是可能老人家不方便上来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用这个电梯 从这个最底楼踏那个电梯踏到去楼上 OK 那么这一个空间 屋主就是摆放了一个比较简约式的一个桌子 进到来这里呢 本来他是他的门不是这样子的 屋主已经把整片的这个设计已经改造完全部了 OK 进到来这里来讲呢 他的主人房是非常非常的大 这里他已经放了一个书座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就是他的一个 他的那个床 屋主把他的床呢 是摆放在这里哦 所以他的这一个 Mujia Rimia这一间的屋子的双人床哦 他是本来这边的他的房间是非常的大哦 然后如果是讲说你你不要你的孩子住在楼下 你要大家一起住在这一个房间都没有问题哦 你要放三个床都没有问题 因为他的房间是非常非常的大哦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女人最爱的一个 一个 Wall Drop OK 来到这里来讲呢 屋主是做的他的那个concept是比较白色的一个 风格哦 然后这个是他 他已经把它做到完上去了 他的一个厨了 OK 然后这里全部精子已经是做好了 都这里呢 如果你要放你的白饰 你的那个化妆品啊 手饰品啊 都没有问题 最后我们来看看是他的这个主人房有多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这个厕所呢 有这一个啊 加工器哦 OK OK 他已经做好了 所以到这上如果你回到家你想要享受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泡个找 OK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个物质 这一间物质来讲呢 它是位于这一个Huttiara Rini OK 它是Lease Hold 可是它是Lease Hold 991年 那么这一区来讲呢 它有两个款 就是双层Cluster 跟三层Long Cluster 那么这一个款来讲呢 它有一个好事它有多了一个10人的电梯 OK 那么这一个物质呢 它现在放置的价钱是1.5个Million OK 如果是想说你想要预约看这一间的物质的话 你可以拨打以上的联系号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irtฎ衍 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划 收射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